她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初恋叫英丽华 两人新婚时 刘秀处境艰难 英丽华让刘秀去河北重新创业 自己则回老家待着 这一去就是两年 两年后刘秀成了皇帝 有了个新老婆 还生了儿子 即使全天下都要郭盛通做皇后 刘秀还是想让英丽华做 她却劝刘秀不要忘记与郭盛通的困恶之情 更何况还有了孩子 这一番话让刘秀越来越宠爱英丽华 甚至为她减慢行军速度 时不时念叨英丽华才该当皇后 这引起郭盛通不安 处处针对英丽华 但她却从不反击 最后英丽华的儿子刘衡死了 刘秀因此废了郭盛通 英丽华从此成为皇后